正管請完基本法 今天我們多謝基本法推廣都道委員會 兩位委員 就是李浩言張俊又跟我們講解 基本法第127條 亦是第5章第3節的最後一條 第127條是這樣寫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私營航運及與航運有關的企業 和私營集裝商碼頭可繼續自由經營 先講講一些重要的背景資料給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香港的貨櫃碼頭主要都是葵涌及青衣 有不同的營運商 有多少個營運商 現在香港有五大營運商 有五大營運商 在哪五大? 香港比較熟悉是一間兩間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都有 杜拜港 其實香港真的很開放 我們碼頭不一定是香港人 中東都有投資者進來營運 新加坡、中東、杜拜港的貨櫃碼頭 另外就是現代貨櫃碼頭 有一個中遠 其實是中資背景的貨櫃碼頭 中遠國際貨櫃碼頭 以及亞洲貨櫃碼頭 這個是私營營運貨櫃碼頭 其實亦都令到香港的貨櫃碼頭發展 跟我們的航空運輸發展有些不同 例如大家去到機場 經常見到自己的行李箱上飛機 例如運劫那輛車或機場 例如有時要在停機坪上飛機 其實那條梯都是一輛車 那些不用特別拿牌的 其實是因為我們用機管局的管理制度 所以機管局負責安排統籌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貨櫃碼頭 像Thomas剛才所說 有五個型運箱是私營的 要自己去管理 要自己去管理 好處就是可以靈活處理 不好處就是做多很多所謂admin事件 做多很多功夫 例如裏面那些運貨的車 那些積機 全部都要拿牌 又要請司機 都頗煩的 長遠來計 可能都限制了我們的發展 我想機場是用了一個機管局的公司 但是香港的港澳 很奇怪我們沒有一個公司 即是沒有一個公司 管理它就有一套自己的法律 因為海港局 有些地方都是這樣 因為普通的渡輪也是它管 甚至乎海邊的發展也是它管 游艇也是它管 郵輪也是它管 貨櫃碼頭也是它管 但是你看到香港不是 在舊機場現在變成了那個郵輪碼頭 不是一個公司管 不是一個海港局管 都是公司來的 這是香港的特色 其實不是一些 其實很多大部分的地方 港口都是用海港局這個模式去營運 既是香港的特色 亦都顯示了當年起草基本法的時候 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就是究竟這個行業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有國家背景 特別是我們看到現在幾大的航運 或者是貨櫃碼頭的營運商 其實很多都是有國家背景 就是不同的國家 所以當時起草的時候很多委員擔心 會不會國有企業 或者是國企背景的一些企業 和私營企業 會不會在競爭上面有不同的待遇 所以這個務求令到國企和私企 的競爭處於一個平等的地位 成為了起草這條基本法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討論 是一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融合 其實很多外國的碼頭 其實這些營運商都是有國家背景的 我想除了這條基本法 是保障了私企和國企 是處於一個大家自由競爭經營的狀態之外 除了這個條文其實也發生過好幾個案例 所以這條文競爭定了國企和私營企業在市場上 都是屬於市場競爭者的平等地位 而且很強調私營 其實在基本法裡面很少強調私營 這條是其中一條 是強調私營的 跟這個行業本身的特性是有一定的關係 所以你看到最後像Thomas這樣說 浩然也有解釋了 就是與航運有關的企業 這個企業可以是國企 但它亦補足一句 就是和私人集中商碼頭 其實涵蓋面就是 你可以是國營可以是私營 可繼續自由經營 這個可能是香港的精神 總之大家明白 這是一個市場競爭的行為 不用擔心國家行為就會壟斷了這個行業 或是控制了操控的行業 還有一個重點是挺有趣的 就是這個條文裡大家 可能香港會比較用得少的 就是集裝商 我們一般叫做什麼 香港是 基本上是貨櫃 是貨櫃 集裝商相對來說是內地常用語 或者叫更正式的名字 我舉一個類似的例子 雖然和這條沒有直接的關聯 可以查遠一點 Thomas有聽過 有些美國人經常都說 有些美國人經常都說 A.T.M.機器 即是自動櫃圓機 在哪裏 但其實A.T.M.本身 A.T.M.本身 A.T.M.也有聽過 其實A.T.M.是機器 你不會說 A.T.M.是機器 所以其實A.T.M.是機器 就可以了 所以你說集裝商貨櫃碼頭 其實都是重複了 集裝商就是貨櫃 好像A.T.M.機器 已經成為常用語 最後講一下 有一些都跟我們經濟發展有關 除了集裝商或者貨櫃碼頭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內賀碼頭 因為你大型的貨櫃拆了之後 你還要運貨 可能經何道 再運去珠三角 所以為什麼 譬如說 梁美芬議員 經常都很關注西九龍那邊 其實那邊以前是上課落課的 包括我們的果欄 為什麼會在那個位置 大家不要以為 果欄距離海邊很遠 不是從來都那麼遠 其實果欄以前很近海邊 譬如佐敦道 你看到渡船街 你現在沒有想像過 為什麼渡船街好像這麼深入 其實渡船街 以前坐渡船街都是很近的 當然其實屯門現在還有一些 所謂River Trade Terminal 即是航運那些 這些都是香港的發展 一直走下去 其實很多地方填了海 其實以前很多地方都是用來上課 是碼頭來的 有些人在找到 全部都在找到 海外的發展 也有些人在說 都在找到